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 我覺得我們要有科學的素養 尤其是我們活在這個時代裡 那不管我們的學業成績怎麼樣 不管我們未來學測 執考的分數怎麼樣 但是我覺得最基本的 現代人道最基本的 這樣的一個素養包括光 包括我們現在流行的 什麼LED 或是我們現在的網際網路 這些科技的東西 我們正要了解 那今天的主題叫 光的故事 所以我剛剛在想說 我要不要從三樓用光的速度飛來這邊 假設我用走路的速度跟光的速度 那會差別在哪裡 會燒起來 會燒起來 一定會燒起來 謝謝你給我這個答案 所以我不敢用光的速度走到這裡來 那姐姐一直跟各位分享 在1999年 1999年 現在是幾年 2015 在1999年 臺北線 那是叫臺北線的平溪 十二月三十一號的十一點三十分 十二月三十一號晚上 十一點三十分 重要的時刻來臨 那時候 我是那所學校的校長 平溪國中 在我們學校操場上 有一個很大的天燈 準備破金式紀錄 全場當時候平溪鄉 大概擠了 擠了警察告訴我 那一天 那一天 擠了超過八萬人 那我們學校的學生才一百五十五個 這麼小的學校一百五十五個 那一天擠了幾萬人 光在那邊很重要 為了天燈要升空 所有平溪鄉的 那個他們的街燈 街燈 全部用罩子罩著 所有的天燈一個個上去 那個街燈 就路燈啊 用一個桶子罩著 桶子的外面再加上黑布 為什麼 不要有什麼 光害 那為什麼天燈只有平溪是何方 三個理由 其他地方都不適合 第一 不是 第一 它的地形 它是個山谷 所以當它的天燈要升空 那個風 風的干擾是比較少 因為它是個山谷的地形 第二 第二 它是全台灣濕度最高的地方 我們地理課本讀到的火燒料 就在平溪 所以濕度高 比較不會火燒山 這過去我們沒有火燒山過 因為它濕度高 第三 平溪 是整個台北線 最沒有光害的地方 這時候光變成害了 所以當時候為了天燈往升空 就這樣 好 我們全部的人 全部都是 這個凝住了呼吸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等著在11點 23點的 這個 晚上五十幾分 準備讓它升空 各位 你知道那天燈有多大嗎 多大 它有六成樓高 六成樓高 六成樓高 而且200公斤 那 裡面沒有任何引擎 沒有任何引擎 完全是靠我們傳統的這種燃料 就是用一半的煤油 用一半的這個汽油去匯合 它用一朵 用子燃燒 它用它的熱空氣會膨脹 它用那種熱空氣 又沒有引擎 就直接用自然的方式讓它升空 好了 因為我們登記要破金式紀錄 那我現在想 那怎麼量啊 你要破金式紀錄 就是你這天燈很高很大 那你要怎麼量它幾公尺 欸 我看到當時候呢 金式紀錄他們的工作人員拍來的 就拿了一個東西 一個東西 然後就當場就喊 多少 就是這個天燈高 這個天燈 因為我們都要算時間 一方面再加熱 因為加熱那個天燈 才會膨脹起來 加熱之後有天燈 馬上撤 它當中就宣布 現在這個天燈有多少公尺 那時候已經達到金式紀錄 好 有個問題 如果那個天燈沒有升空 你就不能破金式紀錄 因為它要升空才算 其實很難忘的是 全場 全場 只有一盞投射燈 射在那個天燈上 全部的人一個口令 當時候主持 主持人是郎祖雲 跟那個水溝奶奶 那個趙志強 他們兩個當主持 他們就喊 台灣 我們底下就喊加油 他們喊台灣 全部都喊加油 因為雷射 用雷射光筆 已經測出來它的高度 就等它升空 屏住呼吸 全部看著它 半個升空吧 真的 升空了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重要的因素 是為什麼大家那麼緊張 其實當時我是 平西國中的校長 我的責任更重大 因為我們要把 全校的總開關 關掉 學校不能有任何 學校不能有任何 一個光 那已經 路燈都沒有了 好 為什麼 因為當時候 1999年要花到2000年 全世界用衛星轉播 轉播世界各國 你們的各國的人民 用什麼方式再過年 Happy New Year 那像古巴它就用什麼方式 像巴西它用什麼方式 像Australia它用什麼方式 我們台灣提出來 我們要用放天燈 用Peace的方式 因為台灣剛經過了 921地震 我們用921地震 走過這樣的商通 用天燈祈福 尤其當時候天燈 很多是 是來自於災區的 小朋友寫的 好 好 這個計畫送出去的時候 整個呢 這個世界的廣 那個衛星的電視系統呢 就答應台灣從三分半鐘 增加為五分半鐘 雖然五分半鐘 是全世界都在看電視 幾億的人口在看電視 喔你們台灣是這樣 在過年 在誇 從1999年 誇到2000年 是這樣 所以當時候 我在現場 我真的很震撼 我震撼的是 像這樣的事 我震撼的是 其實我們人們 多麼需要光 多麼需要光 天燈 它是一種光 它有它的熱 有它的火 有它的熱 有它的光 因為它會給人們 有希望的感覺 好 那我就做這樣的開場 歡迎我們的林教授 是 好 非常謝謝 我們李校長 說話精采的開場 可以嗎 用光開始做演員 非常棒 謝謝 謝謝 所以新生高中 是很難得 我剛剛才跟校長聊天 一兩年的意向 以為是現在女校長非常多 為什麼呢 因為我的母校在宜蘭 比各位新店 還要偏僻的一個地方 我的國中 也是女校長了 然後我的孩子呢 兩年前在練了國小 也是女校長 現在他練的國中也是女校長 我以為是女校長非常普遍 大概到處都是女校長 結果剛剛才知道說其實高中呢 女校長跟男校長比例是多少 女校長多還是男校長多 還是男校長多 還是男校長多 比例多少 2比8 太大了 所以你看新到高中多厲害 這是女時代前面對不對 你看 現在女性的領導人就越來越多了 韓國總統也是女性的 德國總理也是女性的 美國據說在一年多之後 總統會變成女性了 台灣人我還不太知道 不過看來也有機會 因為現在兩個黨都是 女性要出來精選 對不對 所以看到女性是時代前期 所以各位在信念高中 有走在時代的前面 好 這個我先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就是 好我看螢幕太多了 就是我看我的這個時間 大概就知道 跟各位的年紀比起來差非常多 不只是年紀是各位的一倍而已 應該是超過三倍 總之這是過去 反正你到我這個年紀之後 你可能也會有這麼多 有的沒有的東西 所以各位不用太擔心 我在高中的時候 也是什麼東西都沒有 大概唯一有的就是 學生的身份 不過以後你們就會比較多 那當然著作很多啦 那比較特別是 可能很多教授不會有的 那我有的 就特別是李公烈教授 我有寫了幾本小說 好那我們今天特別主辦單位 跟我說花一點時間 來跟各位介紹一些 跟主題有關 那我也跟 稍微跟各位談一下小說 好不好 我再放在最後面 好 各位如果你要想打課 所以最後再醒來沒關係 好 開始 問大家第一個問題 與光有關的文獻 最早出現在何處 牛頓嗎 太晚了 好 開始回答 我們老師 有沒有獎品 沒有獎品 太好了 刻在中間的提供獎品 好 我們就 搶答 好 與光有關的文獻最早出現在何處 1 2 3 好 不對 這個 好 不對 文獻 對 文獻了 再來 1 2 3 1 2 3 沒有了 你們打到座位沒有罰你 你又不用給我一支鉛筆 來 馬雅 馬雅 馬雅文獻 他多少 可是要文獻 文獻 就輸了 OK 我知道馬雅文獻 連這支筆就這麼難送出去嗎 那是電影 好 好 再來 1 2 3 有有有 希臘嗎 不對 文獻 對 文獻 好 印度 不對 歐洲 不對 亞洲 亞洲 算答對了 可是亞洲那麼大話對不對 對不對 亞洲那麼大對不對 沒有 沒有 手放下 再來 1 2 3 好 你很快 我嗎 什麼什麼 你說什麼 越南 不對 再來再來 再來 手放下 再來 手放下 1 2 3 好 你很快 不對 再來 亞洲那麼大 好 好 來手放下 手放下 手放下 再來 1 2 3 後面那個 這個 這個 泰國 不對 快快 被你講完了 好 手放下 再來一次 1 2 3 你很快 中亞 什麼 中亞 好 來 可是中亞 是很大 對不對 中亞 跟兩核流異有點近了 好 好 我先提示到這邊 然後再來 手放下 再來一次 最後一個問題是 沒有我就要公布答案了 這支筆非常珍貴 你看 你拿到這支筆就表示說 那麼多人沒有答對 你可以答對 機率問題啊 對 是不是機率問題 好 同學說要討論一下 給你們1分鐘討論 那討論出來 這支筆你們要切一塊一塊 對不對 討論好了 好 手請放下 先手先放下 來來 手先放下 來來 1 2 3 哇 來來來這你就是你 對對對 不是不是不是 你你你 對對對 你你你你 你 你有點晚 有點晚 是 還要再 好 最後一次了 不能再再做他戲 我們今天晚上就只有這個題目 好 手放下 手放下 1 2 3 好 就是你就是你 什麼什麼哪裡 伊拉克 不是 是 伊拉克就是你 啥不是 這一個 好了 我們下一個 後面還有很多題目 還有機會 還有機會 沒關係 再下去我們今天晚上就這一題 好 亞洲 我們有江蘇亞洲的可以嗎 因為我沒有給各位名片 我的名片上面就給這個答案 就這個答案 創世紀 第一章第三節 創世紀是聖經舊約 四千多年前的文獻 所以這是目前我知道最早的文獻 然後他說 上帝說要有光就有了光 所以我講到光的文獻最早就是這個了 就我所知道 你們有找到更早的跟我說我陪你 我陪你兩次千筆 他的那個原文是寫的 哈 他原文是寫的 希臘文 希伯來文 那你要講 英文的 我給你聽 哦 我名片嗎 對我名片上面有答案 你可以送我名片嗎 可以 那麼有一個 我沒有那麼多張耶 你不是這麼多 來來 英文這麼說 神說 那天會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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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ESIS 第1章第3章 這不是投降 好 這個是我所知道的最早的 你們如果找到更早的跟我說 那我就開要修正 那我會還你兩支筆 客家中心如果沒有了 我自己買兩支筆給你們 好 再來還有問題 我也不用擔心 還有 好 這個問題 記載對光之研究的最早文獻 太好了 這個你們應該有機會可以答到 答對 把所有的人都講過一遍的故事 沒錯 你們把所有歷史的人都講過一遍就 文獻還是文獻 文獻 對對對 沒有辦法說 只你們所知道的書都講一遍 你就有機會了 好好書喔 當然文獻嘛對不對 好 同學要討論一下 你們要不要討論一下 給各位30秒討論 這次兩支筆好了 這次兩支筆 這次兩支筆 沒戰沒戰 兩支筆兩支筆 我們要兩支筆 這次送兩支筆 不可能是百多全數啊 好這裡還有很多支筆 沒關係來 兩支筆 好你們討論好了對不對 派一個代表要舉手 協力願 好手大家先放下 不可以舉在頭髮上面 在頭髮上這樣不算 手先放在桌上 放在桌上 好不好 好不好 123 哇他很快 沒錯沒錯 誰 你剛剛說 誰 就不了 不對 再來一下 1 2 3 你沒錯 你快 劉斷 不對 來來來 手放這樣 不要 兩字筆也送不出去 這個 來一下 1 2 3 對 你好 對 你 就是你 不對 好 要不要再討論一下 這個 兩字筆也 好 再來 1 2 3 怎麼變得要舉手了 好 我 好 這你再來一次 阿基米德 不對 為什麼 手先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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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你你你 不對 好 1 2 3 你你你 你 不對 腳弄你不是什麼 哇靠 怎麼會這麼樣子呢 哇靠 怎麼會 都是那麼幾個字在場 你們其他人都對 這麼沒興趣嗎 忌廉耶 幾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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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個字啊 還好還要講幾個字 等幾個字就答案快講出來了 好 先不要簡單 先我們先把這個 來來來 我把這個問題稍微先切一下好了 再給我一次機會 來 我先切一下 然後答對 先一支筆好不好 先不要一次之後 講這麼精準的答案 最早這個文獻 是在東方還是西方出現 這樣好了 東方還西方 你們就猜東方西方 選一嘛對不對 然後這個還選錯 一 二 三 哇 你們都中中 來他他他他 這邊 那邊 答對了 一支筆 東方對不對 答對了東方 啊送你一支筆 太好了 好來來來東方答對了 沒錯 好東方了對不對 好再來就容易了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你們就不要說什麼西方 什麼那些什麼 亞里斯多德啊 什麼牛頓啊 什麼加利列 那些都不用想了 對不對那些都是西方的 對不對 天啊 好你今天很清楚 東方 好再來 就直接針對這個答案了對不對 這支筆 看能不能送得出去 好手先放下 都講國家嗎 都講國家 沒有沒有講那個 作者也可以 或是那一本書也可以 或是那一個什麼文獻都可以 你要講作者的都可以 反正 對就對了 好手請放下 1 2 3 你這個快 對 啊 不對 啊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對 你這麼努力 好手發來手發來 再來再來再來 1 2 3 你你你 啊 皇帝的 不對不對 對 皇帝的老婆 怎麼這麼難猜呢 這東方就在東方 好手請放手請放手請放 再來一次 1 2 3 好你你你 誰 陳那菩薩 什麼什麼什麼 你沒有聽懂 你叫什麼 陳那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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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不對 不對不對 你太厲害了 那個誰我都不知道 但是不是他啦 我不知道那個是誰 我不知道是他 來來來 手請放手請放 再來一次 1 2 3 你你你你 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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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你們都想那麼難幹嘛 最早咧 最早咧 你們想那麼晚 最早咧 你們想太晚了 神瓜神瓜什麼時候的人 最早咧 拜託 陳秋啊 陳秋 陳秋 陳秋五八 最早要比西方最早還早 西方你們早就亞里斯多德了 對不對 十千十代好不好 你要比亞里斯多德 至少要跟他差不多的時代 東方嘛 你講到那麼晚 那麼西方早就都研究出來了 公子嗎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 來來來來 1 2 3 看你 對我看到你 蛤 誰 三皇五帝的三皇之中一皇 不對不對 還沒那麼早 那時候沒有文字啦 公子嗎 好 手再放一下 整個一怪 有這麼難猜嗎 1 2 3 好你 公子嗎 不對不對 孔子沒那麼厲害 抱歉 孔子雖然是自是先師 不過在科學方面 孔子還是不厲害 他說 什麼時候 我不足老普對不對 公子 來來來來來 有人不小心答案都講出來了 好 但是你們就舉手 所以 再來 小心警方下來 1 2 3 好這是你 老子 差一點點 不是不是 空子 空子是講過來了 你們就 我幫中子已經中子了 來來來 雙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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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一定要舉手 我知道 1 2 3 你你你 中子 不對不對 最後一次機會 等一下 再三次啦 好 最後一次機會 對 不要連這個 這支筆這樣送不出去 實在是 有孟子的 有孟子 好 手先請放下 手請放下 手手請放下 這問題啊 這問題啊 對記載對光之言就最早紅線啊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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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講得太清楚了 這個 來來來 1 2 3 好 你你你你 答對了 答對了 來來來來 恭喜 恭喜 太刀了 我想知道 太嚇了啦 你看這個 哇這個都有紀念性 這麼多同學都沒有答對了 對不對 竟然你答對了 幾日 值得紀念 非常值得紀念 傻掉了 你 你拿到網路上去拍賣一下 好 那你同學跟他強調一下 莫子驚嚇 大家其實想也知道啦 在那個時代 孔子那個 孔子裝職那些時代 誰對科技最有研究 莫子啊 就是莫子嘛 金賴非公 他怎麼非公法 你們書都讀過 他想很多方式咧 讓別人很難進攻嘛 對不對 所以他對科技最有研究 所以容易猜啦 所以猜就猜莫子 你猜孔子 孔子根本就對科技毫無研究 這個才讓中國科技那麼不發展嘛 對不對 如果孔子當初就有研究這個 老實說我們現在科技 不是從西方發展的啦 是東方的啦 對不對 所以莫子啦 莫子啦 好啦 你可以找得到 莫子驚嚇 我們就不用系列了 你去找就知道了 還莫子驚說嚇 他有很多對光的一些研究 對 西方呢 因為剛剛不知道有沒有人講過歐基里德 歐基里德 歐基里德是在西元前300年講的 那莫子比他早了100多年 太強了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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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統統也有講到托洛蜜 托洛蜜是更後面的事了啦 還有海實木這也是後面的事情了啦 不過早期呢 對光的研究沒有那麼有系統啦 就是一會兒這個人講一下 那個人跟他講一下這樣 那真的比較有系統的研究 什麼時候才開始呢 就是西方在文力復興之後啦 所以西方的文力復興真的是意義非常大 可惜東方還沒有文力復興 最近台灣有點文力復興的傾向 那文力復興裡面有很多新的想法出現 那文力復興之後是發生哪些事 科學革命 為什麼有科學革命 因為從上流血啦 對為什麼從上流血 對所以他後來就有兩個最重要的啦 一個是 就取萌一動當然是比較廣泛 他談了很多東西 那取萌一動有很多很多新的想法 其中有兩類的想法最重要 好 要不要再 有兩個想法最重要來 這個跟科學有關嗎 對啊對啊對科學來說最重要 對民主來說是另外的 不過對科學來說來 繼續送繼續送 哪兩個想法 一二三 來來來你你你對就是你對 他說 不對 兩個啦兩個啦有兩個啦 沒有要加兩個 一個不夠一個不夠 一個 這個對嗎 不對不對不對 一二三 好你 理性思考和人為主義 什麼 理性思考和人為主義 哎唷答對一點點 我們把這個折一半給你好不好 沒有 是我一支了 好送你一支 謝謝 送你一支 好 你們來找那個書 答案就在投影片上面 你們找一下 對 答案就在答應 對 好答對了 他都給你一審一審是對 好 我跟各位 你們可能不知道什麼叫理性主義 什麼叫經驗主義 有沒有同學可以回答 你可以回答出理性主義 要送你一支筆 你後面這邊這邊 好什麼叫理性主義 我知道經驗主義 我意思那個什麼 我看一下 對那好不好 對那 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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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 你要看書答也沒關係 你看書不見得答對 哇這個真的值得送你兩支筆 我的筆快送光了 來 有同學可以告訴我 什麼叫理性主義的 或者什麼叫經驗主義的 都可以啦 經驗主義 好什麼叫經驗主義 就是依照一些 就是透過觀察那些實驗 然後得到一些什麼數據 跟那些的 然後借實的經驗 然後再推出一個 推出一個 推出一個 推出一個實驗主義 對 什麼公式 什麼這種 好像有點對 可是不算對啦 你念裡面要抓到最重要的精髓 好 有沒有同學 有沒有同學要試試看 理性 什麼叫理性主義 什麼叫經驗主義 什麼叫經驗主義 沒有 這邊有人要推倒了 是吧 好 理性主義就是不去你 就是往神人那方面想 就是要理性主義 不對不對 好 這裡的懷疑現實 蛤 懷疑就是救人師 然後呢 然後呢 想要去探究這些事情 這是什麼 這是理性主義還經驗主義 有一點解決送你一支筆好了 上上上 好啦 我公布答案啦 好 你要 你要搶的 好 就是相信科學 那你就是後面的事情 你就是後面的事情 科學也不一定要相信啊 對不對 你好好 你要試好 來來 不會 你不是拿過一支筆了嗎 透過失誤的觀察 好 不要只相信 就民性就是 對 對 就是差不多民民性主義 雖然很多掌聲 雖然很多掌聲 不過不對 你還有 你說 那個理性 理性主義就是 先 對問題先持全面性的懷疑 然後再不用 從事物的本質本性去推斷真理真相 而有我私固我在的想法 這就是那個理性 這個作者是誰 這個作者是迪拉爾 不是 你的課本啊 這個啦 這次我不會唸 胡什麼 胡 胡什麼 胡瑋瑩 胡瑋瑩 還有王書瑋瑩 好 送你啦 你是照書唸的 好 這樣子 不過那個書寫的不是很對啦 好 最近我講答案 應該答案比講明更重要 基本上是這樣子 這兩個都非常重要 什麼叫理性主義呢 理性主義就是說 其實是柏拉圖開始的 就說 比如說我們看到同學 有人有坐的 有人有趴的 有人躺在這邊混在那邊 對不對 哇 這現象太多了 對不對 他說這些現象都只是表象 然後各位都是人 這個是共同的特徵 這個後面這個才是真理 基本上就是說 你表面眼睛所看到這些現象都是表象 這表象不是真實的 這是理性主義的 這背後的才是真實的 他背後呢有一個共通的原理跟定理 這個才是真理 這個叫理性主義 也就是說你看到這些表象 一大堆有什麼沒有的東西呢 但是這些東西呢 他認為這些不是真正的 背後的才是 就像佛教講的 生老病死這只是表象 那背後呢 輪迴那些等於那些 才是真正的一個真理這樣 所以這個是理性主義 所以整個來講 這個推演到我們的科學裡面就是說 我看到很多現象 一圍東西往這邊飄 一圍東西往這邊掉 可是這麼多現象呢 背後有一個原理 就是為什麼科學會去找 萬有以利定律對不對 然後後來因為 你不知道你練到 馬克思威爾定律沒有 你為什麼會後來什麼那些定律 結果因為我看到這麼多現象 看來車長很紛雜 但是呢 他說你背後這個才是真理 好 這是理性主義 然後那理性主義的結果呢 後來就很多人想了很多 背後的原理嘛 要來解釋這些現象 可是有人想這個原理 那原理跟原理之間是一致呢 其實常常會衝突 我們舉佛教來做例子 佛教人各位要稍微熟悉一點 佛教就有兩派 但很多派其中有兩派 一派叫淨土宗 淨土宗你要成佛呢 必須要怎樣 你要透過他力 就是你要皈依某一個佛 他才能幫你成佛 這是淨土宗 你自己無法成佛 但是禪宗說不用 你自己就可以成佛 沒錯吧 這是禪宗的 那兩個都不一樣對不對 到誰對誰錯 不知道 不知道 所以後來就西方的這段學生 他們說 那怎麼誰對誰錯呢 我怎麼判斷誰對誰錯呢 後來他們想到 一個方式來判斷誰對誰錯 就是經驗主義 經驗主義就是說 A理論說有這些現象 他推演出了什麼現象 他推演出了這些現象 必須要怎樣子呢 我的人的感官經驗可以感覺到 理解嗎 這是經驗主義 我的感官經驗 人的感官經驗可以感覺到 這個就是經驗主義 所以如果A理論預測了死個現象 B理論預測了另外十個現象 可是裡面五個一樣 另外五個不一樣 對不對 好 那怎麼判斷哪一個理論是對的呢 我就來實驗 那怎麼實驗呢 我必須要做到 讓我的感官可以感覺到 所以比如說你要看原子 原子是不是圓的 你就必須要發展出這個儀器 然後最後讓你眼睛可以看到 它真的是圓的對不對 否則要儀器幹嘛 對不對儀器 最後你眼睛也看不到 人肉如何感覺到 對 溫度測量 這真的是比較能 你要真的是讓你摸起來 真的是比較能 對不對 這要跟我們感官經驗要吻合 所以這叫經驗主義 理解嗎 所以這兩個就非常重要 所以這兩個交錯之後呢 就可以開始產生科學理論 然後科學理論到底對不對 就是什麼 靠後面就實驗驗證 那實驗驗證什麼實驗法呢 你不能講說 我昨天晚上怎樣做了什麼事 不只是你晚上做 是別人也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然後別人可以感覺到 你解釋嗎 你不要講說這個是外星人 才能感覺到的 那不用 那是外星人的事 必須要我們人就可以感覺到 所以這個是非常重要 所以兩個就這樣交替 所以就讓科學一直往前滾 對不對 所以你就可以新的理論出來 然後來預測新的形象 新的形象再來就實驗證明出來之後呢 然後再來驗證哪些理論是對的 哪些理論是不對的 所以對不對沒有絕對啦 就是從科學的角度來 就我們說實驗的角度來看說 到底穩不穩合我們實驗的經驗 所以兩年前我記得有一個諾貝歐獎 是頒給什麼 我們俗稱叫上帝例子 對不對 那個理論什麼時候出現 大約50年前 還好那個人活得夠久 所以50年之間呢 沒有人可以驗證他的理論說 我們的例子是透過什麼什麼 物質怎麼樣產生的對不對 他有一套理論在解釋裡 後來一直到什麼呢 到在瑞士的那個大例子 對撞機做好了之後 然後就撞出來 真的撞出他理論所預測的 成為希格斯例子 我們俗稱叫上帝例子 真的撞出來了 然後這個撞出來的例子 跟他預測非常接近 在實驗誤差內都對 所以這時候他的理論是對的 這就是經驗主義對不對 如果他沒有撞出那個例子 你就感覺不到對不對 你就撞出例子 而且可以量得到 量到那個數字的眼鏡 可以看得到對不對 所以再頒給他 理解吧 所以這兩個都很重要 沒有錯吧 所以那個書要稍微修正一下 可是沒辦法你們高中考試 還是照那個寫 否則你們拿不到分書 我給你出百次電話 他講的不是很對啦 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們可以理解 我解釋給你們聽 你就可以理解 好 再來光是甚麼 我們還有筆可以送 好那當然 生命的三大要素大家都知道 這邊不用問了 陽光空氣跟水 所以我常說我們練大學 只要三個學院就夠了 光水院 空氣學院 水學院 對 光空氣跟水就夠了對不對 還有甚麼 文學院就附在這個光空氣水學院之下就好了 就不要了好不好 不要不要不要 沒關係 我隨便說一說 光很重要 但是科學家就要探索很久 還搞不清楚 所以到底它是不是東西 你們覺得光是不是東西 能量 這很有趣 光是不是東西 你們覺得是不是東西 這個就很有趣 我們答案先暫時割著 待會兒再來看 所以我們在清東西 因為很難 有特別的用意 因為光是不是東西 連科學家都搞半天搞不清楚 對不對 很難對不對 那要對高中性很難 我在高中的時候也搞不清楚 老實說我只要練大學練完了 還沒有搞清楚 你知道後來搞很久之後 做一進才比較清楚 所以很早以前就有人探討光 那時候對光的探索在這 比較哲學的角度 比如說你的生命若有光 聽得懂嗎 對不對 對不對 那這個光什麼意思 就是一個啟示的這個什麼東西 對不對 等等之類 所以到17世紀之後 才有比較科學性的研究了 所以較為科學性的觀點有三種 這送筆時間來了 光的科學性觀點有三種 是哪三個 我們這一次就一個答案 一支鉛筆 這就是三個嗎 有三種 手請放下 1 2 3 好 裡面等你最快 力子波動能量 好 還有最後一個 好 手持一請放下一下 好 來 1 2 3 好 你 力子波動跟輻射 輻射是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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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能量 當然很多東西都是能量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太一般性了 就让你可以真的科学家拿来计算的 就这一个 好 手请放下来 1 2 3 就是你对 对对 就是你 他的速度是最大的 然后不管从 不管其他的相对速度是多少 没有那么多说啦 这三个就历史波动这样 以这边是简单的字就好了 你们都选那么复杂 还没有通学校啊 一支笔 你放下来 你给别的 好 手请放下来 1 2 3 好 你你你 粒子他说过了 蛤 粒子流 粒子流是什么 粒子流是什么 就是很多粒子组成一种 性质线可以射出来 好 算你答对 光线 这是光线啦 对这是光线 你们想到那么复杂 这是光线 你们现在都看不到光线 因为你们现在 你们现在的房子都太棒了 以前我们乡下茶囊一道 就看到光线为什么 因为以前的建筑技术也不好 对不对 所以不可能不敢用这种玻璃啦 采光不可能让它到处都采光 对不对 所以就砖墙 然后就房子里面都乌漆骂黑了 然后屋顶有时候会漏对 漏了阳光一照就射进来就看到光线 为什么看到光线 因为灰尘把光反射出来 就看到一条一条线 你们现在采光都看不到 所以你们难怪这个 对对对 他就会 在均林介质就会直线前进 好 所以第一个答案 光线 粒子 波 好 我们接下来探看这些 好 所以光线 所以光线其实现在 很多人在用这个观点 所以可以从阳光 光从树林中的缝隙透下来可以理解 光线观点有一条方程式 叫光线传播方程式 最大方程式比波动方程式还早出现 它用这个光线方程式 可以预测光线的行进的轨迹 包括可以预测光线从太阳 这样进入我们大气层 然后到地球表面 它光线会怎么跑 所以就可以知道说 我们看到太阳的那个时间点 跟真正太阳升上地平线的时间点是不一样的 因为光线它会转做一个弯曲的道路 或是各位夏天有时候会看到海事圣 你看过没有 没有 你们如果有机会 到那个大马路上去看一看 那看到前面还一滩水 那也是光线 那它会因为折射率变化 它光线会转弯 所以看起来像是反射 像一滩水 所以这边还有人在做 好 那它也可以预设一些光的电率 等等之类 所以这个有点像光线了 看到没有 好 这个是我助教特别 我以前上课的助教特别 去树里里面拍的 好酷喔 很酷喔 好 这个它还可以预测折射 对你看过这个折射情形没有 有喔 有没有 回去晚上就可以拿一个碗 然后拿一次筷子就可以看到了 所以光线就可以 它设计很多东西 包括这个投影机 我们这个投影机也是用光线的方式算 不是用波动算的 不是用粒子算的 就是光线算的 好 还有各位的相机啊 大力光是到现在最赚钱的公司 就是大力光对不对 它股价据说超过3000 你们同学都不在乎 啊 一股300万 一股300万 对对对 你买一股就一栋房子了 如果在苗栗买的话 太厉害了 所以它那个镜头啊 这是用光线方式算的 包括这个是Sony的相机的镜头 等等之类的 好 那光线呢 比较没什么争议 那大家就知道只是一个概念而已 真正光是光纸流就形成光线 不过重点下就是到底是光是粒子还是波动 所以科学家都吵来吵去吵来吵去 吵来非常久 好 早期的住民人物大多是认为光是粒子 哪些住民人物呢 迪卡奥刚才同学说了 我师父我赞 他是认为光是粒子 还有伟大的牛顿也说光是粒子 那你们觉得他们对不对 要实验这个 对 要实验这个 非常好 你终于抓到了 经验主义 好 一支笔 好 给你一支笔 好 没错 你很有这个 是 这条套 热的都穿上 好 你给他鼓掌一下 很棒 好 有实验证品 好 再来光粒子的观点 可以解释折射反射跟饮食的现象 然后这个是牛顿跟提考的时代 好 那牛顿还用光粒子说来解释彩虹的颜色 你比你觉得他讲的对不对 是散射的 因为透过三冷镜 这个是牛顿的粒子说 白色光经过临近之后 会分解成很多颜色不同的光粒子 然后就角度会非常弱 这个是用粒子说也是可以预测这件事 你们知道那时候的粒子说有一个问题 就那时候你也在伟大人物的认为光粒子 所以就光粒子的观点就占 有100多年很多人都这么认为 科学家也这么认为 那从光粒子的观点可以推定出一件事 光在水中的速度比在空气或真空中快 你们觉得这个对不对 来 我这答案都讲了 现在我们知道这是错的 可是在那个时代量不到光束 你们现在会不会量光束 我怎么会量光束 对啊 牛顿的时代会差嘛 那技术都那么落后 你现在来300多年前对不对 量不到光束量不好 那现在我们进不进步呢 怎么量光束 要设备 什么设备 对 会话对不对 那哪有设备 什么设备 怎么算 你就 好 讲得出来 再送一支笔 怎么 阳光束 告诉各位 你如果讲得出来 你应该可以考上台内电机系 而且你赶紧甚至不要管台内电机系 直接到美国的最好的大学 哈佛大学 史丹佛大学去了 当然是他要钱 问题是你要钱给你钱 你要做什么事对不对 你要买什么设备 你不要说要有设备 要买什么设备呢 你要买麦克风 还是买什么 还是买冰箱 对不对 你要什么设备 对 这样没那么简单啦 所以这个没那么简单啦 总是没那么简单就对了 所以在那个时代他是无法判断的 那你方面光束多少我们刚讲 怎么量光束 这也是科学家一直在想的问题 因为他太快了 快到你机面上 我们可能说来 你们看我看我这个 你看我的雷射比我也按 看他那个光怎么出现对不对 太快了 你太快了 你这没办法这样子就决定 我一按他就出现 你快到比声音还快不到多少倍 对不对 所以太难了 所以相对于历史的观点 光波观点就发展得比较慢 好 有一个人叫虎克 听过没有 没有 听过没有 虎克船长 不是他 非常好 再送你一支笔 真的 这种不可以送笔啦 这种不可以送笔喔 好 他们还对 他也说不要送 好 那他比 虎克不是那个虎克那很不错啊 这城市的虎克 虎克电力各位应该学过嘛 来 没有学过虎克电力的同学举手一下 都学过啊 就是那个人 就是那个人 所以那个虎克很厉害 那个虎克不是教授 他是教授的技术助理 所以各位呢 他的教授是谁呢 好像我不太知道 然后这个助理虎克我们都知道 虎克他的虎克电力 然后他也发表了 光是个波动的概念 然后后来一个人叫慧更师 现在他的光波动说来 还有很多人在用 他在解释光是一个波动 对不对这样 不过这个是跟牛顿比起来 这两个实在是小咖 在那个时代 他好像是小咖 但像我们现在觉得他很伟大 所以各位也不用担心 你刚开始出来 出来的时候是小咖对不对 过了20年 30年就变成大咖了 对不对 然后当初的大咖那可能被你淘汰了 你觉得讲错了对不对 所以各位也不用太担心 你们还很年轻 不要 英雄不怕出声低就是他们两个就这样 对你牛顿多伟大 我就在跟你不一样的观点 结果后来证明他们对还错 后来证明他们对 所以这里确定波是波动呢 基本上要这样子 水波也是波动 声波也是波动 波动跟粒子有什么差别呢 很重要的两个现象 一个是干涉现象 一个是照射现象 你们有学过了没有 学过了就这个 然后再来就是 那波动现象发生呢 好不好量 最光来说不好量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知道这件事 叫做Cohérence 你们有同学可以解释Cohérence 不是干涉Cohérence 叫三甘性或同调性 你们有同学可以同学帮我解释Cohérence 一样送你一支笔 我笔快送完了 我们笔快送完就可以结束了 我们笔快送完就可以结束了 笔快送完就继续了 好 是不是那个国家才控制国家 不是不是 什么叫Cohérence 什么叫Cohérence 我老师说这个也蛮懒的 老师我大学毕业还搞不清楚 所以不用太担心 你们现在也不知道 我当大学毕业才也不知道 我一直到 博士快拿到的时候才搞清楚 什么叫Cohérence Cohérence非常重要 它意思就指什么呢 这一点的相位 跟这一点的相位 是有固定的关系 好 我们就举同学做例子 口译人就像各位 各位有没有在操场排队过 有 然后从操场排队 有没有说你们从 然后校长或者是老师 说你们从操场走路到校门口 整个队伍走路到校门口 然后有两种走法 对不对 一种走法叫做骑步走 一种走法叫做漫步走 骑步走意思就是大家同时举左脚 同时举右脚 对不对 所以看到前面这个同学举左脚 我就知道后面那个同学 应该会举哪只脚 对不对 那漫步走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大家都随便乱走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同学举左脚 你要怎么能不能猜到第三个同学会举左脚右脚 你根本猜不到 你乱七八糟对不对 所以这个叫做没有coherence 所以有coherence 你也可以说我们讲好呢 第一排的同学举左脚的时候 第二排同学举右脚也可以对不对 但是你就是一个固定的关系 所以叫coherence 基本上谈的就是这个相位 光有这个相位的特性 就是说我非常准确的相位关系 那这样才能产生干涉跟破坏性干涉 否则呢 它就一会儿又坏性干涉 一会儿又破坏性干涉 乱乱跳对不对 最后只能得到平均值而已 那一般的光没有coherence 当然在那个时代也没有日光灯 那个时代冷电灯也没有 那个时代就有蜡烛有油灯 这些灯都没有coherence 对 所以你就要量干涉 根本就量不到 所以才知道说我们刚刚讲 你经验主意就经验不到 你要这个绕色干涉看不到 因为你有经验主意就经验不到 所以当然就说你波动说胡扯 对不对 你胡扯 对不对 你根本就 我们就看不到嘛 对不对 你说有干涉现象 有绕色现象看不到 胡扯 对不对 然后后来有一个人做到了 他怎么做的 好 你必须要coherence 可是自然界的光源就没有coherence 怎么办呢 好 这次可真的可以送笔了 你告诉我怎么办 怎么让自然界的光源 也可以产生干涉现象跟绕色现象 非常关键的一个动作 好 什么 什么霞凤 什么霞凤 多少 几个 要几个 两个 拔错了 抱歉 还好 我就知道你 我就知道你讲霞凤 就知道你可能会答错 好 来来来来 收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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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一点点 真的是 好 来来来 收起放下 没有几手脚呢 这不算答案 1 2 3 但是讲两个霞凤就错了 还双霞凤 双霞不就两个霞凤 只几个霞凤啊 你霞凤你讲100个也是啊 1000个也是啊 当然这个会很重要 这不是只有霞凤就可以 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这个讲霞凤是还不够 来 收起放下 收起放下 没有几手脚呢 这不算答案 1 2 3 怎么这次没人要举手啊 你你你 也不一定要动啦 就是要霞凤也可以啦 但是要几个啦 这个非常关键 要几个霞凤啦 你讲过两个 两个都讲 两个都说不对啦 你还要聊 你这么喜欢两个 丹霞凤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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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对了 不是三个啦 丹啦 一个啦 你讲丹还是三 你讲丹还是三 丹 没错 他说丹不是三 丹霞凤 丹霞凤 我好像在夜市在那个叫卖一样 我好像快沙哑了 好 这个是汤姆斯一样 他用双霞凤进行实验 可是在做双霞凤 一般双霞凤是看不到了 他做双霞凤之前 他先做了一件事非常重要 如果让两道光具有好的相干性呢 他先做这件事 看到没有 先要经过单霞凤之后 再来做双霞凤干涉就看到了 他就多了这个动作 这表示他有想过 所以各位 要做实验也不是那么 买设备 买什么设备 你买了100个双霞凤也没用 你买了1000个 10000个双霞凤也没用 结果就插一个单霞凤 好 理论上很简单 对不对 各位想想看 那个时候是蜡烛光或是什么光 经过单霞凤 这光会变得非常非常弱 可是如果单霞凤都可以变成那样 那为什么双霞凤不行 你只有双霞凤就我们刚刚说 这个光出来的相位是乱七八糟的 所以一回来这边是正一回来是附 他都乱跳 所以最后你就不会固定在这里 是间热性干涉 这边破坏性干涉 因为单霞凤之后呢 他这边就下一选是非常窄范的 所以他相位出来 就会固定一个相位 他就是点波源 他就是点波源 对对 同学他打得太不过来 他的答案真的是答对的 你有Google是吧 不是 不是 好 没事就是这样 就是你要让他变成一个点光源 他出来的时候会与自信 好 这样理解吧 结果上我们有这么多人 我们叫什么100个人 然后你不怕乱七八糟 我不要在那边 我这里是一个人进来 这个人进来他左脚右脚 就是已经左脚右脚 对不对 他不会乱七八糟 这就一个人而已 对不对 我就可以预测他这个时候 什么时候左脚什么时候右脚 但你就很 但你绝对是这样子啦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他就看到了干涉现象 哇 这个石破天津 你们看过这个干涉吗 因为我们时间关系 我这可以做实验给你们看 现在这个实在做实验容易很多 现在也不要什么装起来 或什么一大啰哩啰嗦 我用这一支笔就可以 镊射光笔就可以看到 因为镊射光本身就有coherence 你蜡烛看不到了 老师说你真的要看也可以啦 你的这个单狭奉也可以有干涉 各位学过嘛 所以你当初如果Thomas一樣 像我这么厉害 他就不要那么麻烦了 还要单狭奉双狭奉 你就一个 然后你这样子看 你慢慢把它收收收到细的事 你就看它干涉条纹 你要控制好然后这个缝 然后慢慢慢慢收收收收到 够细的时候 看涉条纹就会出现 因为它的间隔就会够大 你去看太阳光或什么 你不要直接对着太阳看 你就外面这样看就可以 看到没有 哈姆斯就是没有我这么厉害啦 看到没有 不要那么多个 一个就好了啦 一个想要不要 你那么多个直接干扰而已 那个光非常弱 所以这个实验其实也难做 因为这么做你要一直在那边固定在这里 所以它要什么 它要显引非常久 大概好几个小时 所以它不能震动 你一震动就不见了 所以这个很难 这个实验也非常难 好 所以这光率只要光波 所以就 所以透过单狭奉放之后 这个记录很不容易 所以要曝光很久 所以那个时候Thomas 是想做这个实验很不简单 他当初没有我这么聪明 如果像我这么聪明呢 就这样看就出来了嘛 对不对 干涉的条件就出来了 你们看到没有 没有 所以就 我的讲法就是 你就不相信对不对 因为这是纪念主义 你们看到没有 真的没看到吗 为什么我可以看得到 你们看不到 看到已经没有关系了 你们再回去再试试看 好 这是这个光波的观点 从此红扫物理界跟科学学 把光粒子掃进了垃圾堆 好 再来 继续 后来就有这两个人 叫做 Foucault跟Foucault 这两个也蛮有名 现在很多设备都用他们的名字 他们后来就 发明了一种设备 可以量光速 结果他发现光在水中的速度 比在空气中还要慢 所以就确定什么 例子说错了 例子说呢 这个波动说有证据说它有干涉现象 对不对 他有绕色形象 然后呢 例子说 说光在水中的速度比较快 可是讲出来光在水中的速度比较慢 那表示什么 跟我们经验不吻合 对不对 我观察到的不是这样嘛 对不对 所以呢 什么 就是被称为是对牛顿的光粒子说 钉入了棺材的最后一根钉子 从此光粒子说就受终就寝 在那个时代来说 他们那个设备怎么能够数 好问题啊 他就Google到了 他刚刚答了 你有Google到你可以给他看 你可以那个到维基可以找那个 叫Forkal跟Fisual 基本上你有点类似同步定时移 各位听过没有 同步定时移 你们高中物理没有讲同步定时移 没有啊 真的假的 没有 可能被删掉了 基本上就是他用一个叶片在那边转 那叶片你可以转很动 因为如果一个轮子有很多叶片 所以你就可以时间这个间隔这个切得很细 对不对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很快的那个时间变化 这样就有机会可以量到光速 你懂懂这个意思吗 对不对一个轮子你可以切100片 对不对 所以你转一圈 你每一个间隔之间就1%对不对 对不对 你转一圈如果你1秒钟可以转100圈 对不对 所以你就可以得到1百分之1秒的时间差 对不对 如果你1秒钟可以转到1000圈的话呢 你也可以到10万分之1秒的这个时间差 对不对 是不是有可能可以看得到 你可以做一片做的更细 不要100片而已 你做到1000片对不对 啵啵啵这些对不对 好那就可以看到说我怎么变化呢 那可以这个时间 你就可以把这个时间差距可以说到非常近 这样可以这样听得懂吗 基本上概念就是这样子了 它用一个机械的方式呢 然后达到时间差异非常小了 不然你就看不到 因为像我们这样子 我这个按下去这个时间都到0点几秒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你这样你就看不到差异 好 好 好 大家听 有没有看过进入棺材的所有根针子 你们在看都没有 你们在看都没有 所以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如果活的人不幸被放到棺材里面 然后一般的入炼之前 所以入炼就是指说要挖土 把它放进去 然后土要盖起来之前 然后结果这个时候那时候才会钉钉子 蹦蹦蹦这样 钉下去之后 你其实没有死也就结束了 为什么呢 你如果还没有钉钉子 你如果没有死就可以站起来 对不对 然后可以把棺材盖把它掀开 对不对 这个还没有死对不对 可能很多人会吓到而已 但是呢 钉子一钉上去之后呢 除非你是大力士 一般你会在那边昏倒那么多天 大概也是没什么力气 你也无法把棺材盖给掀开了 对不对 所以就真的结束了 所以就要钉入棺材的最后一根钉子 对不对 结束了入炼 对 好 所以光丽子说就结束了 你们还相不相信光丽子说 我们现在相信了 因为现在都有正确 什么正确 都光丽效应 不错耶 再给你一支 对对对 你讲得非常好 对 不错 那我们可以省很多时间 对对对 也不错 他也拿到两支 好来来 好再来 后来另一个场 我们跳快一点 这个另一个场跟光 关系比较不大 就是牛顿的石头有 就提出超巨力 好来 你要干嘛 你们说问吗 没有要问你 是怪啊 你不是吧 各位 我这边稍微再讲一下 各位都听说这个 牛顿怎么想到万有引力定力的 怎么想到低心引力的 被苹果打到 这被苹果打到 这就是好玩的 是吧 实际上没这么简单 你去给苹果打几次 你能想得到吗 没这么简单 他找到自己想到 也不是 好这个其实 我们要稍微 讲认真一点 在那个时代 那个时代 伽利略就开始想出 其实牛顿第二天定力 或第一定力是伽利略想的 那牛顿怎么把它整理出来 那时候呢 科学家就有一个疑惑 什么疑惑呢 我就说 疑惑是这样 在平面上 当你的摩擦力越来越小的时候 它就可以动者宏洞 静者宏静 对不对 然后呢你要改变速度的时候 必须要有力量 对 你需要施给它一个力量 对不对 你又根据这个力量 然后呢 来决定它的 它的运动怎么样 它有交速度 对不对 这是水平面的运动 锤子变运动 然后在锤子变运动呢 科学家就发现一件事情 我没有试着给他提醒 为什么速度越来越快 锤子变运动 对啊 锤子变运动 锤子变运动 那是现在你知道 那个时代怎么拿来重力 对不对 才小时候什么是重力不重力 对不对 所以科学家其实基本上 就想着两个观点 一个观点说 我的物理定力 是不是水平面的物理定力 跟锤子变的物理定力 对不对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观点说 我要用相同的物理定力 那怎么办呢 我就必须要假设一个力量 我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我就假设有一个力量存在 就这样 所以说你们牛正怎么跟苹果打道 跟苹果打道有没有什么关系 他就说你必须要 你如果要水平运动跟锤子运动 要满足同样的公式 同一个物理定力 你就必须要假设一个力量存在 好 这个力量就是一个超距离 就是说 然后后来当然牛顿他提到 他根据这个概念 然后再来 那个时候刚好大家在航海 已经搞得比较清楚 地球是远的 所以他就用微积分器算一下 整个地球 对不对 他大概重力多少 他算出来 竟然是刚好就是基 就是两道的那个角速度 所以他就提出万里有力 就是重力的 就低心引力的这个定律 这样理解吗 你刚说大架还是小架 小架啊 小架 对 他就算那个地球量算算 对不对 那当然一个常数 那一个常数要靠实验做出来的 好 就这样子了 那后来库伦也类似了 就提一个超距离 就是电跟电之间的也是超距离 所以这个是那个时候的力的观点 那后来就发现 好像也不见得要什么 跟距离平方什么比 还有很多什么其他可能性 有的没有的就对了 所以 所以那个时候就力了 那后来到19世纪 也就有加入新的观念 爱因斯坦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观念 好 所以公司是什么 所以到底是力还是厂 对不对 你们在哪里这个 我们是到底重力还是重力厂 重力厂 重力厂 你们在这到底是电厂重要 还是电力重要 电厂 好不错 你们现在都愿意接受厂的观念 你告诉我这个厂都只是一个观念 只是一个数学的一个式子 写出来一个还是真实的 所以你只要能够证明出来 你就可以拿诺贝尔物理讲 已经拿过了 拿过 所以证明过了 证明过了 对 证明过了对 没错对对 所以到底是一个观念还是真实的 所以当然你就 就真实的对 没错 同学越来越有概念非常好 好 好 所以这个是一些图 好 所以波动说呢 后来又有更好的理论 对不对 除了说那些实验之外呢 后来就有这个人叫马克思威尔 就是我们 各位 刚刚有同学说电机器在干嘛 整个电机器的基础就是马克思威尔 没有马克思威尔就没有电机器 理解吧 所以练电机器出来还不知道马克思威尔 那就白练了 所以你们要练电机器就要知道马克思威尔 你不想练电机器就不要管马克思威尔 没关系 理解吗 所以他就有这个四个方程式 所以严格写马克思威尔方程式 后面这个S方程式要加S 因为他有四个 然后根据这个他可以推导出 电磁波的一个公式 后来这个人赫子就根据马克思威尔推论 就实验出了电磁波 你们猜赫子有没有拿到诺贝尔奖 为什么 为什么 那这么重要 他这个是经验主义 对不对 马克思威尔推导出这个理论 然后他证明了这个真的 他证明他是犹太人 犹太人就不能拿罗路 不要这样 安因斯坦可以拿 安因斯坦就有犹太人 因为说明那个死掉各位 如果那个委员会有什么办法 因为他要理想这些事 答对了 你怎么那么厉害 你都答对了 给你太多支笔了 因为他活得不够久 真的他活得不够久 或有另外一个也是跟这个实验有关的 他要拿呢我不要讲 因为他活得比较久 好 所以各位要活久一点 所以平常要多运动 好不好不要乱老爷 好不好 那手机不要看得太凶 你手机看太凶会有什么问题呢 手机那个蓝光会造成什么呢 你的生理作息会改变 然后你的视网膜会受到影响 然后你的退休基数会变抑制 晚上会睡不好 睡不好就是什么 就造成你的生理机能恢复不够好 所以呢就是 你身体会比较衰弱 那你就活不够久 就像你像赫子这么伟大 做一次这么伟大的实验呢 你也活得不够久 结果就 这么好的奖就拿不到 多可惜对不对 所以各位要好好保重你的身体 好不好 好今天晚上例外 因为我要演讲你们要来听 平常就不要搞到这么晚 好再来 好那电子波 电子波当然就影响感到对不对 所以各位现在生活 你们要用电子波的同学举手一下 你没有用的 你没有用电子波的 你没有用电子波 我说没有用的人举手 OK 好意味有了 好好好 还有谁没有用电子波的 都有啦 你手机用手机就要用电子波了 你听收音机也在用电子波 你看电视也在用电子波 所以基本上没有用的几乎是 都是啦 都是啦 所以差不多啦 所以影响我们生活非常多 好大家也可以给远方清流传讯 对不对还有呢 还有你们刚刚校长说了 校长说这么放天灯 然后立刻就传播到全世界 然后五分半钟对不对 都是靠这个 好 所以偏远地区也可以有卫星通讯 对不对 开车可以用卫星导航系统 对不对 你们现在有没有用卫星导航系统 那个旁边的 GPS 对有时候它会带错路而已嘛 对 然后呢 电视节目啦 CNC广播啊 还有各位在晚上呢 常常睡不好原因不是因为什么 就是因为太多事情可以做了 对 在我在非常小的年代 我在练国小的时候呢 那时候没有电视什么都没有 基本上吃完晚饭 6点多吃完晚饭之后就没事干了 所以我常常大概 还没有8点就去睡觉 那你没有8点去睡觉的结果 就是怎么样子呢 对 今天早上就4点多就起来了 你就睡饱了对不对 所以睡到自然醒 睡到自然醒就是早上4点多 就是我们那个年代就是这样 因为晚上没事干 对对对 一定早睡早睡 你晚上没事干 乌兮妈黑的 你要干嘛 出去又怕被鬼抓到 所以就感觉睡觉 所以那时候生率也很高 为什么呢 因为爸爸妈妈没事干 对晚上就睡觉 对不对 睡觉干嘛你就可以知道 所以孩子生了一大堆 对啊现在呢 太多事情可以做了 对不对 所以生率越来越低 对不对 所以晚上因为都做其他事 不做该做的事 所以各位 你们电视看太多也有这个问题 所以以后你们孩子会很少 希望你们不要看太多 看台队说有什么没有的 让孩子多一点 所以各位要感谢你爸爸妈妈 因为那天晚上他没事干 他没有被电视吸引 你有时间证明吗 有啊 有啊 你们已经出生出来了吗 这不是证明吗 说因为我爸妈那天晚上 我看电视 你一看电视受其受电视影响 有可能对 不过生育越来越少 所以显然电视的影响负面比较多 好 还有呢 对不对 原文明的这个影响就有了 反过来力学就 力学派跟厂 那后来就有 从理学院分出工学院 工学院再分出电机知性学院 就这样 好 所以厂 厂二两大之子就是 可以电生磁磁生电 简单就是这样子 所以厂的话就不需要物体存在 它可以单独存在 好 这个很厉害 在那个时候呢 电磁波那个时候 刚开始没有电磁波 你怎么知道有一个什么东西 你也摸不到 然后也看不到 然后竟然它存在 很厉害嘛 对不对 现在还没有什么东西 你看不到摸不到存在 那不是电磁波的 搞不好也有 只是他没有发现而已 所以各位还有机会 努力一下 对 你可能超过诺贝尔 努力一下好不好 所以还难说 好 再来 这个就是力学派的 这个是铁丹尼号 没错 你怎么那么厉害 这个你看不定 这个你的铁塔尼号 长这个样子吗 四根管理就很厉害 对 没错 对 所以铁丹尼号 然后艾飞尔铁塔 有一张是我拍的 一张是网路上抓的 你们猜得到哪一张 是网路上抓的 哪一张是我拍的 右边是网路上抓的 右边是网路上抓的 哪一个右边 左边网路上抓的 哪一个右边 右边 右边删 右边删 右边是我拍的 好 答对了 送你一支笔 他还有几手 他还有几手 你已經有了啦 你已經有了啦 好不好 還剩下一支了 他沒有啊 真的嗎 好 最後一支筆 這支筆送了還有沒有 還有 太好了 還有還有 我以為是最後一支筆 還有還有 那我們可以繼續送你 沒問題 恭喜恭喜 答對了非常好 還有什麼 我看一下還有什麼 好 所以這個場 這個我們就很快挑過了 好 所以這是工業時代 這個是發電廠 好 再來是什麼呢 好 蘇養文對如對半斤七八了 快來咧 中央人 你們聽得懂沒有 真的假的 你們都聽沒有 你們有聽懂 來來 聽過蘇養文的 舉手一下 他聽過 你也聽過蘇養文 聽過中央人的 舉手一下 好 坐在一起的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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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很好玩 就是 你們看蘇養文 魂酒代如鹹 聽過魂酒代如鹹 聽過魂酒代如鹹 沒有 好 那個時候我們 我練國小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 基本上都要看電視的 好 我知道 然後就上課呢 就跳鑰匙上課這樣 中午我們又放學回家 然後呢就跳鑰匙回家 今天這邊家有電視 我們那時候電視還沒有很普及 結果少數學人 一堆人擠在那裡 在那邊吃來看看 看完廣告的時候趕快再跳鑰匙去 就這樣 然後呢 哇 他太精彩了就這樣 蘇養文跟中央人 骨頭 好 結果呢 蘇養文被打入這個 萬丈森園這樣 對日萬丈森圈 死不? 好 死了 所以中文的這個 軍檢呢 二二六六 對不對 中央人 住了這樣 他們所有黑道的人 哇 抬到 在那中文的軍檢 抬到這樣 綠花流水 年齁來過來 再來什麼 有一天使用面堵的什麼 奇怪的奇遇 周遇呢 再來 江湖非常離開 再起來 起來 再來什麼 起來就中間已經拍拍 這就是個個故事都這樣 所以這邊也類似啦 所以呢 這裡就出現了一個人 波動跟栗子的新觀點 所以光栗子的時候已經被推翻了 對不對 後來又有一個人呢 一個二十幾歲的年輕人 就提出新觀點 波動是不對的 這個人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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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三美也不可再一次 那是誰 這個年輕人是誰 來 來來來 不要不要 沒事要幾個字 這個就好 又不是在玩那個什麼 那個誰 那個許孝順在主持的 來 一二三 怎麼這次都沒反應呢 這邊有一個 好 好 誰 蛤 誰 藤福洛伊是誰 一波那個 不是 不是無止波的 不是 不是 好 再來 再來 一二三 好 你 答對了 就愛因斯坦 愛因斯坦 可是我又不是愛因斯坦 我又不是愛因斯坦 愛因斯坦就光電線 對那諾貝爾獎就光電效應的 你拿到不止一支了對不對 謝謝 恭喜恭喜 你拿到不止一支了對 對 他們這群人活躍 就愛因斯坦 他拿諾貝爾獎不是相對論 他拿諾貝爾獎是光電效應 所以光電效應比相對論還偉大 你們知道嗎 好 推翻光波觀點的實驗是光電效應 不過我們沒有細節講 總之就是愛因斯坦的光電效應 就是這個人 愛因斯坦 艾伯特 愛因斯坦 艾伯特 艾伯特 沒錯 然後他說光是有小的能量粒子 組成成為光子 光子可以像個粒子那樣運動 因為這個才能解釋那些光電效應 好 這個光子就開啟了新的光點 後來就有些物理學家說 既然光有波動特性也有粒子特性 物質也有粒子特性跟波動特性 所以後來就 對後來電子也有波動特性沒錯 所以就開啟了很多新的觀點 所以物質也有物質波 好 所以光電效應就很重要 是愛因斯坦因此拿了諾貝爾獎 不是相對論喔 光電效應 沒有 因為那個時候很多人都不相信 因為搞不清楚什麼可能 怎麼可能時間是相對的 怎麼可能雙八代會變成一個聯星一個變老 他影響其實到現在為止老實說啦 光電效應的影響比相對論影響多太多了 當然相對論沒有不知道以為 相對當然也有一些影響 不過真正影響是那個光電效應 他就解釋了黑體輻射對不對 所以解釋了黑體輻射 那再來就可以燈燈泡就可以發明了 所以現在燈泡就好很多 各位可能都沒感覺 你不相信你家裡改去燒油燈跟蠟燭 大概可能別幾年就會發生一次火災 所以燈泡影響很大 再來還有鐵射光纖也都會發明出來 所以就有光纖通信網路對不對 那有光纖通信網路之後就變成網線網路 光纖就是一條導光的玻璃線 那它網路就做 那很細所以跟頭髮一樣就成為纖 像纖維一樣 波影做得很像頭髮的波影 對對對 對沒錯很像頭髮的波影 然後另外有光纖通信網路 所以後來就有網際網路 所以還有現在有更好的發光二極體 等等所以它有電視電影 然後還有光電效應就是輔達電池 然後後來現在又可以解決太陽能 只能遠的東西用太陽能電池 所以這個叫光纖通信網路 用光纖做建構的通信網路 就用光纖通信網路 我們沒時間講那麼多詳細的 這個是它的概念架構 然後這個就是做了電視對不對 這個還不是有的 以及這個是冷音機板 所以還比較厚一點 這個是早期我們那個連帶的 電視這麼大人這麼瘦 現在還款過來 電視這麼瘦然後人這麼胖 然後這個是我們那個連帶 我們連帶我小時候不乖 把你關到房間去 所以就很可憐 房間霧氣媽的什麼東西都沒有 現在呢 不乖去房間 好高興啊我裡面有很多東西 是啊你們房間沒有這麼好嗎 你們房間沒這麼好嗎 你們房間沒這麼好 你們房間沒這麼好 好再來這個是LED 紅綠藍合起來就白光 還有太陽能電池 還有太陽能電池 還有這個太陽能電池飛機 帥呆了 還有這個也是太陽能電池飛機 好更漂亮了 據說太陽能電池飛機現在可以飛多久 好你們猜現在太陽能電池飛機可以飛多久 好那各位猜 你只要說猜超過多少就可以了 你不要講超過多久就可以了 而且這個超過一定要有意義的超過 不要超過一分鐘 那我丟上去也可以一分鐘對不對 好首先請放下 1 2 3 打對了 超過30小時代表什麼意思呢 它就可以超過30小時 為什麼呢 因為太陽能電池飛機 它只有太陽出來的時候才有電對不對 它裡面再裝一個電池 所以它怎麼說呢 它就說它有太陽出來它可以飛 而且它可以把電存下來 存下來到晚上沒太陽的時候 它也可以繼續飛 所以它飛到24小時之後 第二天太陽又出來了 所以又可以繼續重複 所以超過30小時 也就是你可以超過30小時 可以超過3天5天 基本上只要你上面來 你不要20 就可以一直留在上面 那為什麼不直接說20小時 啊 為什麼不直接說超過20小時 可以啊它答對了 不是我說這樣這樣子跟超過20小時 其實是同一個道理 也可以啊對啊沒錯啊 所以30小時也對啊 阿哥照我意思來說它就 會一直飛啊 可以一直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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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不用加油一直飛 其實要看情況有定 萬一你只有曬太陽5分鐘 然後其他全部都淫天 然後大淚魚什麼的呢 它可以飛到雲上面啊 喔好吧 它飛加 對不起我錯了 對它可以飛到雲上面 好 那兩個高度 對對對 好這也是一個太陽能電子飛機 很棒對不對 所以各位家人 你如果買一個太陽能電子飛機 你可以不用下來 你也不用怕地震 最近地震特別多 你飛到雲上面就沒有雷啊 對不對 所以你只要上面有足夠的食物 你可以不用下來 那這個是全球的太陽光分布 好再來 所以所有粒子也都有波動跟粒子特性 我們剛剛說過了 所以電子 中子 直子都有 所以光是什麼呢 就帶動另外一個物理的一個重要 一個叫量子力學 超重要的 沒錯 所以量子力學就是什麼呢 就有半導體物理 然後半導體物理 就是IC IG到現在的什麼 你的手機啊 電腦啊等等之類的 所以呢 非常重要 對不對 所以從光是什麼呢 就衍生了現代的科學 跟各位的現代的網際網路 對不對 所以各位的Google啦 YouTube啦 iPhone啦 iPad啦 臉書啦等等都有 所以這個是早期的電晶體 後來做成IC 那這個是筆電 然後手機 然後再來還有Google 來沒有用Google的同學舉手一下 沒有 你沒有用過Google 你騙我 你們真的沒有用過Google 我有用過 有啊 誰沒有用過的 他 有用過 你沒有用過 有用過 有啦 對 雅虎也類似 沒有在用 沒有看過YouTube的同學舉手一下 沒有啦 都看過了對不對 沒有上臉書的同學舉手一下 語錄啊真的沒有了 看我都有了 你真的沒有 你真的沒有嗎 比較少 比較少有啦 好 所以基本上只有有啦 所以關鍵就是電影啊電視啊對不對 現在都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很多人可以一夕爆紅 所以各位同學呢 你不小心也可以一夕爆紅 第二天 對 那第二天 對 你PO一個醜聞 那第二天大家都知道 壞事比較容易 好 再來 所以小胖整齡群聽過沒有 周知倫聽過沒有 張惠妹聽過沒有 林志玲聽過沒有 張惠聽過沒有 有 劉德華 張學友 有 李小龍 有 王建民 有 郭洪志 有 麥克雅克森 有 布萊德比特 有 珍妮安尼斯頓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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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啊為什麼 有 就是有 好 梅西聽過沒有 有 有 好 好 章魚哥 有 哪一個章魚哥 都有 都有 什麼叫都有 海叉寶寶裡面的 足球 四手站 OK好 太厲害了 好 這個就是章魚哥保羅 好 那這個是各位手機可以做多少試 來 你們知道手機可以做多少試 很多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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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上臉書對不對 可以上LINE對不對 可以上LINE對不對 然後可以上Email對不對 可以去搜看那個世界上各地的電視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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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拿了 那時候拿給一支 比較好 好 沒錯 你們就網路上那個 Play商店對不對 你就寫 你就打進去什麼 什麼 什麼 什麼電視 比如美國的 電視 然後它這 關鍵字打進去 它就出現 這邊你就可以下載 真的假的 真的沒騙你了 你不相信我手機就有了 我現在找 我現在找 對還有收音機也可以 你一樣是你打美國收音機 或是U.S. Radio 或是打什麼 什麼Movie 或是什麼 什麼TV U.S. TV 就一大堆 所以 你們真的不知道 是不是 所以你們 你們現在根本不被什麼東西限制 因為台灣還不錯 比大陸好 大陸可以一大堆都封鎖 大陸要翻牆 對要翻牆 有點翻不過去 台灣你就不用 你就什麼東西就可以連了 所以你可以聽一大堆 有的沒有的 像我這樣 我就 我覺得我自己就很奇怪 我在台灣的時候 喜歡去聽美國的收音機 然後出國的時候 喜歡聽台灣的收音機 我都搞不清楚 為什麼這樣 現在網路就很方便 對 結果就覺得我很爽 沒有 我上禮拜在杜拜開會 我就可以聽到台灣的 這什麼 什麼 什麼電台對不對 我就覺得好爽 我覺得我現在離這麼遠 還是可以像在台灣一樣 然後在台灣的時候呢 我就打開美國的宣傳 我現在在台灣 又可以像在美國一樣 對 就很奇怪對不對 人就這麼奇怪 國外的人喜歡像國外 像國內一樣 國內的人喜歡像國外 像國外一樣 真的莫名其妙 但是就覺得很爽 對不對 謝謝 我現在手機可以讓你做到這樣 這個是 都是 整個都是光衍生出來的 對不對 從光是粒子還是波動 衍生到現在你看 非常了不起 不錯 好 光是多少 就衍生到相對論 相對論 相對論也是因為測量光速 所以麥克森呢 量了一個 一個非常精準的測量方法 因為愛因斯坦 因為根據這個 你的光速是電子 所以就推導出相對論 然後一起直能互換公式 然後直能互換公式 然後直能互換公式 告訴我們說 栗子可以消失 然後也會變成光的能量 然後光也可以消失 變成栗子 可以相信嗎 光可以消失變栗子 光可以消失變栗子 你們相信嗎 有看過沒有 沒有 很不錯 你很誠實 再給一支 光可以變成栗子 光可以變成栗子 當然這個實驗不好做 不過可以做到 所以他們現在可以 兩道雷射光對撞之後呢 可以產生電子對 正電子跟負電子 現在更厲害的 可以產生到π粒子 π粒子的質量 大概電子100多倍 現在科學家還在努力 希望可以產生直子對 正直子跟負直子 直子的質量是電子的2000倍 大約2000倍 所以比較懶 所以現在科學家在努力 所以哪一天科學家 可以用鐵射光可以做出 直子對的時候 那依舊不同 你現在可以做出電子對 然後再次做直子對 你可以做出什麼 正物質跟反物質 對不對 氫原子就可以做出來 氫原子是透過核反應內 可以產生其他的原子 所以就可以 人就可以創造出很多物質 這個是太累了 累了還是好玩 是好玩到累了 好玩到累了 所以很有趣 所以到底是不是東西呢 就很難說了對不對 所以光可以變成物質 所以它這樣 未來還有很多 還有很多可以研究的東西 也可以探討的東西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飛行星光學可以講 可以把一個光子 透過飛行星星一樣 變成兩個光子 然後這兩個光子 就是我們前面講 它有coherence 好這樣子 這台它有coherence 一個就往東走 一個往西走 一個往東走 走多遠呢 走比如說10光年 一個往西走也走10光年 所以兩個光子間隔多遠呢 20光年 可是20光年 這兩個光子還怎樣 還是有coherence 也就是說 往東這個光子什麼特性 往西這個光子就會是什麼特性 所以這個很有趣 所以現在科學在想像說 是不是在某一個星球呢 這不是光子 電子也是有類似的特性 所以現在科學在想像說 會不會在地球的你 一個星球一個你 跟你是有關聯的 你坐這個往上舉起來的時候 它就往下 很有趣吧 對不對 所以這很有趣 你坐到底怎麼回事對不對 距離那麼遙遠還有關聯 到底是我們在控制它 還是他們在控制我們 有關聯 對對 這好問題 到底它控制你還是你控制它 這明確是有關聯就對了 你看你可以想像出來 距離幾十光年外的一個東西 跟你有關聯的 你不是那麼孤單的 所以各位同學 如果哪一天你覺得孤單 要記得這件事情 還有很遙遠的地方 會跟你是有關聯的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好 所以很有趣吧 所以宇宙有什麼特性呢 可以讓遙遠的兩個光子 保持著相互關聯的相關線 這很有趣對不對 所以光暗光電對社會的影響 有很多對不對 從蠟燭到燈泡 然後接觸到遙控對不對 然後碰面聊天到遠距通訊對不對 你們現在在臉書上面朋友多呢 還是你們在平常碰面的同學多 臉書上面多對不對 那你現在跟你家人談的話多 還是跟臉書的朋友談的話多 要不要做家人的朋友 家人的朋友 那就不能就見了 我們有手機你知道 手機比較好 好 所以你被迫跟家人談比較多 也只要這樣 好 那沒關係 好 那天多號 小春樂到群囚化對不對 然後從親友到遠端朋友 眼綫不如敬禮 這樣變成敬禮不如遠有 从同班同学 同校同学到脸书社群 对不对 然后从野台戏歌剧院到电影 然后再到无线电视 再到有线电视 然后再到YouTube网路电视 对不对 对不对 对不对很多 小时候我们最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看野台戏 当然免费的 当然免费 野台戏怎么收费呢 对啊 没有就拿一个小类子 对对对 这样子啊 没有啦 收钱都在跑轮廣 好 对不对来呢 从灯泡到固态照明 石油发电到太阳能发电 什么问题 那个我同学说 他没有朋友 他需要跟你做朋友 好好好 好 好 来来我们家哪里来 好 好 好 然后电动车到处跑对不对 还有交友站将来变成充电站 对不对 好 然后再来 再来站就不见了 被身份领域取代 因为你创电太慢了 就干脆去身份领域换电池 我等一下会想要全部都坏成电动车 应该还要很长 你觉得要多长 这个通电 电手的手术 故事捏 我觉得到石油在用完之前 大家应该还不是全 对啊 不用 我跟你说 你们要预期石油用完之前 石油还没有用完之前 就很严重了 石油只要大家预期 太快要用完了 就涨 不只会涨 然后打架 你们相信吗 你们现在还要高中了 我再讲一下 我们我刚刚上大学 我们那一年 从我们那时候还要上成功领 你们现在不用了 要 还是要是吧 要 4个月的军事学院 才4个月 对对对 我们那时候就是 我们那时候要上成功领就对了 那那个时候呢 照讲应该是高中毕业呢 上大学之前要去成功领 可是呢 因为那个时候成功领 怎么在整修啦 所以后来我们变成大一暑假 再去成功领 然后大一暑假去成功领 有一个好处 因为我们大学呢 同学也都已经认识了 所以我们就很多都是大学同学 对不对 在同一班 在这就过得很愉快 对不对 就往去参加战斗员一样 结果呢 当然不是战斗员 训练的时候这样 好训练 然后那是夏天 中间休息三分钟 你操了操了很累累 中间休息三分钟要做什么事 喝水没错就是要喝水 直接冲水 他就有两个 水龙都直接打开了 哪有那么好啦 你想到太美了 两桶水在那里 所以你 你要担心两件事情 三分钟内内还没喝到水 就没得喝对不对 第二个 三分钟内内水被喝光光 没错就开始抢 什么铜血什么都不是 抢来抢去 什么铜血根本就忘记了 所以你们就不知道 石油快用完的时候 不要不要快用完 大家觉得快用完的时候就是这样 你们什么同学抢来抢去 加油站开始打来打去 然后什么新北市台北市 不要说新北市台北市 新北市里面的新殿跟旁边的什么 永和是不是新殿是永和隔壁 这吵来吵去 你不要说嘛 不要说新殿跟永和 你们新殿高中跟旁边的那个什么国中 就抢来抢去 对不对 不要说你们就 什么石油用完 还没有用完就已经很严重了 所以你必须要在使用 大家预期还没有用完之前 就要赶快新的能源出现 理解吗 这太重要了 然后40多寸的电视 现在你们家里电视几寸 没有两 没有两 好你们 什么是骨态照片 骨态照片就是摇了一滴 是用骨态材料做的 就半导体材料做的 以前是用灯湿 或是日光灯 日光灯是气体的 固态就是没有用气体 他就用直接LED 当然这些原理啦 我们没有时间讲直接是那么多 然后他一样发出蓝光或紫光 去激发银光粉 然后产生白光 好 然后将来电视可能不只是40多寸 50寸可能是整面墙都是电视 像你们现在你们学校已经快差不多了 你看三面墙再加上这个四面墙 对不对 只是有点小而已 再来整面墙玻璃窗户全都是显示器 没有很棒 所以你家里3D的房间就变成非洲大草原 或者是万里长城或者是什么 对不对 或者是玉山 没错就虚定实景 对你来说有什么差别 年轻完全你跑不那么远 你眼睛看得到就好了对不对 所以你想象力多大世界就变多大 至少思绪这样会是这样 好 所以我们简单介绍就到刚刚这边 所以我特别科教中心说 我能不能跟各位分享一些其他的 我就分享一下跟小说有关的 好 这是我写的小说《中年的围这之烦恼》 其实讲的是年轻的时代的故事 只用中年的角度去看年轻的时代 这是远景奥号小编写的《读后感想》 这个是因为时代不太一样 可是即使如此他说他读这个故事 依然没有感觉到作者将我自身 置于世外的隔阁 相反的还有一种确身感 因为对于未来对于社会对于自身 甚至于对于爱情 作者年轻时的烦恼 跟现在任何能失会想的年轻人一样 都会彷徨 你们也没有彷徨 有对不对 应该还不够 年纪还有一点小 所以再稍微大一点就开始了 这彷徨之笔 作者不用任何文学技巧加持 只是相当诚恳的 相当直白的我会输 我这边要谈就是说 彷徨就是年轻基本上会存在的 所以各位不用太难过 所以彷徨就彷徨 但是你逐渐会走出来 好在中年的角度往回望可以看到在 就是不是像先知 我先先知道 我就回到那个时候的感受来谈这样 所以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青春的烦恼 所以各位可以 透过这个小说可以知道 那个年代年轻年有什么烦恼 可能有些烦恼跟各位现在可能有些类似 好基本上刚刚校长有介绍说台带电机器 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台带电机器 好像去那边之后 然后从此就像王子公子 过得幸福快乐的日子 就像那个迪士尼电银这样对不对 哇高中很辛苦的读书 然后上台带电机器之后 从此以人生一帆风顺 你们觉得社会是这样子吗 不是 不是没有错 社会有它的残酷 没错打得非常好 你怎么知道呢 没有没有 我才已经没朋友了 已经没朋友了 已经了解到了 已经了解到了 所以基本上不管你这样子 大概都会遭遇很多挑战 然后也有很多挫折 也会有很多沮丧 这个事都难免都要经过了 然后也会很沮丧 所以就是这样 当然就是从低到高 从高到低 那后来当然还有很多起伏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人生一定会这样子 所以各位呢 你现在这个不管你现在是在很好的时候 或是现在觉得没那么好的时候 或是觉得很不好的时候 那这个会一直在 随着时间会改变 所以基本上就是给各位一点感想 年轻力有两大特色 你们答对跟我一样的答案 这没有标准答案 但是跟我答案一样我就送一笔 来年轻力有两大特色 你讲先讲一个 冲动 你一个讲两个也可以 你讲两个就两支笔 讲一个就一支笔 手请放下 手先放下 手先放下 先放下好不好 来来 1 2 3 你两块好好的 血气刚刚冲动之类的 没有跟我答案不一样 不是 我说没有没有没有不要准答案 但是我想就要跟我答案才给你 不然我都给不完 好手请放下来 1 2 3 好你你你 你这是你这是你 时间 时间 好对有很多未来的时间对不对 对好答对一个 一定会有胜 好答对一个再来 同学来 答对一个再来 好来手先放一下 1 2 3 好你你你 爱情 什么特色 特色不是不是不是 跟我的答案不一样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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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答案 你没有说你答错 你说跟我的不一样 但是我只是给跟我一样的答案的讲 好来好你你你你你你 不是不是不是 体力忘了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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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说 犯错的权利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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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你可以犯错没问题 但是不是不是我答案不是这个 好来 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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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是我的要的答案 好来来 好来手放一下手放一下 我不要不要 你举那么久搞不清楚谁先 1 2 3 好好最后面那个最后面那个 蛤 什么 梦想 好 我看你们在很难答对的 我告诉各位答案 可以告诉各位答案好了 好 好 好 来来 行动力 两大特色一个是未来很多 刚刚有同学说了对不对 还有一个是纪念不多 对不对 没错嘛 当然你会觉得我已经很多了 比国小多很多 没错了 但是至少跟我比起来还是少 好 所以 什么呢 你成功今天也不多 失败今天也都不多 所以你们有多少失败呢 我说没多少 所以你成功失败无关的 你今天也不多了 对不对 所以都不是很多 所以经历人生空白的今天也不多 对不对 你们一个多少空白 最多最多你们现在几岁 17 对最多空白就1711 对不对 未来还很长对不对 像我就有可能空白可以30年 对不对 你们绝对不可能 对不对 所以你们空白的今天也不多 所以今天不多了 未来很多 所以就是你们机会很多 对不对 那今天不多 这是人心基本会有的特性 所以这边就要给各位一点小建议 就是你们未来很多 那这个世界一定会一直在变化 这是我以前在乡下长大的时候 最大的问题就是乡下一直以为世界不会变化 因为我看到山一直都是那么好 从我到大大 山都是那样子 河流一起都是那样子 那一点变化就觉得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但是事实上这个世界一直在变化 所以这是送给各位的 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因为世界变来变去 那你效法它你会没有什么目标可言 所以你要固定一个目标 但是你心力要不断的更新变化 只要你接受这个你不断的心力更新变化的时候 你就不怕外面一直在变化 你就知道本来就会一直这样变 但是你如果觉得你外面不能变 但是它一直变你就会很难过 但是如果接受它本来就会一直在变 所以一直会变 所以现在呢 在上一次太阳发血印出来之后呢 就造成它们很难过 因为它会变成这样子 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子 一直要变 所以你接受这个时候呢 再来就是未来也很难预测 你告诉我说 10点以后会不会加油站变成充电站 老实说很难说 你说20点还是30点 真的很难说 搞不好30点真的变了一大堆 你可以想象各位手机 各位在国小毕业的时候 手机才刚出来 差不多对不对 你国小进去的时候 还没有现在智慧型手机 对不对 你可以知道这变化多快 对不对 你们国中的时候才那个时候 你开始知道这变化多快 这是网机网路 在我大学的时候没有网机网路 那时候你什么电脑也没有 电脑是玩具 那时候电脑就是玩具 那时候电脑就是大型电脑 没有那种小型电脑 对 那个是超大的一台电脑 如果你现在一台超大的电脑 现在功能还不如你一台手机 所以这是变化很大 所以未来最后的方法是什么呢 创造它 所以刚刚有同学讲创造 就是你们要创造出来 知道吗 创造出来 未来是创造出来的 未来不是被别人决定出来 是自己把它创造出来的 好 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 全面的光的故事都忘记了 没有关系 但是呢 最后这个要记得 未来怎么预测 创造 创造 答对了 好 送你一支笔 想像的也有 想像 不是也有 想像 妳答了非常快 对不对 他哪要比了 太好了 他答对啊 最重要的 你们有在比赛呢 好 就是这样子啦 未来要创造出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